大家好,今天我将会同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扩充功能程式 个扩充程式名字叫Video Speed Controller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上网看视频时 想加快视频的播放速度 又或者有些精彩的视频 想用慢镜看清楚点 如果有的话,这个程式就帮到你了 Video Speed Controller是一个免费而且简单的浏览器扩充工具 可以将网页里面的视频播放速度 加快至16倍或减慢至0.1倍 而它的加快和减慢的每个间隔是0.1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准确地这样 调校到去我们想要的播放速度 对于一些看视频来学习外语的人士 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加快或减慢视频的速度 令到学习更加得心应手 而程式还可以自定功能键,例如静音等 程式支持用滑鼠或快捷键控制,简单方便 接着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安装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 三点图标按一下 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 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Videospeed Controller 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选择Videospeed Controller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按一下右上角,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Videospeed Controller 扩充功能图标 进入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Videospeed Controller已经开启 按一下右上角Videospeed Controller 图标 在里面可以随时开启或者关闭 这个扩充程式 而在程式第二个选单里面,就是设定 在里面,我们可以设定快捷键或更改原有设定 例如我想重新设定减慢速度快捷键 在减慢速度功能,旁边S字按一下 然后按一下键盘右箭咀 然后再在左下角按一下储存 个减慢速度快捷键就更改完成 如果想返回原本设定,可以按一下左下方原本设定键 然后再按储存 在返回原本键右手边,有一个显示实验功能键 按一下之后,快捷键会加多一个选单 里面可以选择用程式的快捷键,取代原本视频的快捷键功能 在快捷键列表底部,有一个增加快捷键功能键 按一下,可以在选单里面,选择我们想增加的快捷键 例如我们想增加静音快捷键,选择静音,然后再在旁边按一下M字 再在左下角,按一下储存,新增加的静音快捷键就完成啦 如果想删除新增静音键,可以在旁边的交叉键按一下,然后再按储存,静音键就会删除 至于其他设定,我们保持墨认设定就可以啦 谢谢观看 在最下面的大方格,裡面那些網址都不會執行這個擴充程式。自己可按需要加入不想執行擴充程式的網址。 我們現在開啟一個YouTube視頻,測試一下程式的功能。 在視頻的左上角是一個控制面板,最左手邊是顯示現在播放的速度,跟著那五個按鈕分別是。 到後10秒,減慢速度,增加速度,向前10秒,同關閉控制面板。 我們現在試一下,用滑鼠按控制板面加號,增加播放速度。 再試一下,用滑鼠按控制板面減號,減慢播放速度。 按一下快捷鍵,R,將視頻回到原本速度。 我們現在試一下,用滑鼠按控制板面向左墊咀,到後視頻10秒。 再試一下,用滑鼠按控制板面向右墊咀,挑前視頻10秒。 現在試一下靜音快捷鍵,在鍵盤按一下,M字,視頻即時靜音。 在鍵盤再按一下,M字,取消靜音。 鍵盤Por,B,C3inks。 坐星s ノ。 現在試一下,用快捷鍵控制視頻速度。 按S在減慢速度。 按D字增加速度 按D字增加速度 按OA字回复原本视频速度 按D字增加速度 如果想个控制版面变 深色或者浅色 可以在程式设定页面里面 将透明度的数值改变 控制版面会根据数值 改变颜色的深浅 这个扩充程式 对于一些看视频来学习外语的人士 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加快或减慢视频的速度 令到学习更加得心应手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听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